嗨 你好 我們最近呢 大家都在玩臉書的 3D照片效果 那3D照片效果就是說 我們照片拍完之後 一過來傳到臉書上面 發狀態的時候就會像這樣 在花鼠移動畫感覺的一個 3D的場景的效果 那這部分呢 可以先去Facebook 上面搜尋Facebook360 然後在上面幫他按個讚 了解一下他的最新狀態 好 按完讚之後呢 我們現在看到手機的部分 手機呢 我們要挑選有雙鏡頭的手機 那點選 相機把它打開 打開相機 然後找到 人像功能 找到人像功能 好 再對著我們要拍攝的 角色 對著拍攝角色對好 然後幫他按一下 拍照 好 把他拍照 那最好就是 這個 後面會有一點景深 這樣才可以做出一個3D效果 好 按完拍照之後呢 要存整一個 照片 好 出完照片之後 打開臉書的APP 打開 好 打開之後呢 我們直接發個狀態 像這樣按下建立貼文 好 就是發個狀態嘛 那下方有一個叫做3D相片 就是要點這個選項 點選3D相片 點開 點開之後呢 這邊會看到 我們 以前有拍過 用人像模式拍攝的照片 這邊都會出現 好 那這邊出現之後 我們就可以 點選其中一張 它就會開始運算 運算建立3D相片 好 那 那 等它運送完之後 我們這樣左右搖晃我們的手機呢 就可以看到 像這種感覺 好 3D相片的感覺 好 以上就是使用Facebook App來設定 發狀態的時候 可以做出3D相片的效果 好 那大家可以試一下 拍下自己的寵物啊 或是拍下自己喜歡的模型啊 但是後面要帶一點景深 我們就可以做出一個 具有3D效果的相片 好 大家會試試看吧